不良商家趁着新冠疫情期间谋取暴利 一名直销公司代理在社交媒体推销一款 据说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手环 结果遭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罚款5万令吉 贸销部执法组主任拿杜伊斯干达发文告指出 当局接获民众投报 指女子在面子书推销价值580令吉的抗疫手环 执法官员随后找上女子问话 并认定她的行为违反了贸销部消费者保护法令第101GH条文 也就是以误导信息推销产品 如果女子无法在期限内缴交5万令吉罚款 将被提控上庭